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杀电一剪音天天都开心 哈喽大家好 我是竹竹啦 欢迎来到地缝生存 那今天这期 我们要分工合作 我和妮妮去挖矿 大猫和小徐去找火山 由于卡房源bug 我们进来过后 这个材质包就变成了普通材质包 根本没有用上卡通的 看着好难受啊 我下来了 啊 在哪里 哇 从天而降一只大猫耶 没有摔死的 竹竹给我一个太和金刚 你在说什么呀 我等会儿吃完钱 你给我一个木料吧 我没有木料 既然当猫子这么轻化 还是给他做一个太和金刚好吧 这姑娘太素 我都我要带走 哈 你居然和我分离我 太过分了 哎 居然不能打他 行吧行吧 后面再给报仇啊 来给我 嘿 要太和金刚还这么快 行吧 看你这么傻 先给你 来 竹竹给你把能量件 小徐这么大方 不要命啊 走走挖矿挖矿 来 小徐跟我一起找火山去 因为你们可以把这个 峡谷里面的矿给它 全部好干净 好 我发现这个峡谷里面 浮温石还是蛮多的 还有好多的银和铜 全部给他挖了 我们主要缺一些铜和银 还有蚕丝麻了 没有这些矿物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升级 传送仓的 我看到你 你已经下地下去了 好吧 看来他不想挖 峡谷里面的矿物了 那我就一个人 慢慢在这里挖吧 但不得不说啊 这个峡谷真的好生贵啊 走到哪里这些怪都在睡觉 我发现一个问题 迷你世界现在这些怪物 为什么白天不消失 只是睡觉呢 那这样不停地刷新怪物 不敢想象到后期过后 这个生存得有多卡 迷你官方能不能把这个改一下呢 就是改成白天那些怪 不是睡觉会消失 不然的话真的会很卡 考虑一下我们这些手机玩家 和电脑玩家好吧 配置真的没有那么高 外面下雨了 大妈要去打雨声神 那我就进矿洞吧 但是这次挖矿有点失散 没有带很多的火把 有点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 刚好这里有个矿洞 直接掉下去吧 我感觉这矿物还是挺丰富的 但是怪也好多 我的个天哪 还好小区给了会把能量剑 轻松杀怪还是可以的 不得不说 现在的怪伤害真的是太高了 没有能量剑的话 你根本很难打赢他们 怪几局完了就开始挖矿吧 怎么全是浮纹石啊 也行 先多挖一点浮纹石再说吧 后期附魔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的 年生团子杀了 到时候带回家给他们做宠物 此时此刻的大猫还在打雨声神呢 打死了 一块星星都没费 不愧是姐妹阿姐默契 是新版本的问题吗 我怎么结论现在的矿洞好丰富啊 这么多的矿物 而且同一种地形里面 可以出现几种不同的浮纹石 不像之前啊 你找浮纹石还得看地形 好的 终于挖到了我想要的蚕丝麻辣 不错哟 我看见评论区的小粉丝们 都希望我能够天天更新地缝生存 让我尽可能努力做到每日更新 那大家也可以多多给我的地缝生存 点点赞 我好像看到前面有个地牢了耶 进去看一下 但是这个材质包看着真的好难收啊 哇哦 现在地牢都这么好看啦 我看见评论了 我看见评论了 我看见评论了